我身边的杨阳先生是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外展专家 长信公登的精神故事 就要从文物交流中心讲起 1971年 中国第一次用乒乓球 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先后访华 行程中安排的外出活动之一 就是参观故宫 在这个时候巧了 正好长信公登在故宫 展出 这么多文物里边 这美国客人对长信公登是 情有独钟 我记得基辛格曾经这么说过一句话 说中国人在2000多年前 就有了环保的意识了不起 说的就是那回看完长信公登之后 是不是 没错 所以咱们故宫展出的精美的东方文物 给外国客人揭开了 神秘中国的面纱 他们希望邀请咱们中国的文物 到他们国家去展出 让更多的人来看到中国的文明 正是为了筹备 新中国这第一次出土文物展 我们中国文物交中心就成立了 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 一共是精选了400多件 最具代表性的展品 组成了三个大型的展览 从1973年5月起 踏出国门 分别飞往世界各地 当时是最顶级 到现在也是最顶级的文物 这足以见证 这次出土文物展的 含金量有多大 不光是含金量高 而且分量也特别重 对 国宝外出的时候 是带着外交使命出去的 对 文物外展那也是服务于 我们外交大局的 感谢观看